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买COP游戏设备爱京东畅想极致购物体验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一下赛事数据合作伙伴 玩家赛事的大力支持 这边上局的话 多宝是运用一个无限节奏的阵容啊 去直接把麦克特给打崩了 对 确实也是打了一个节奏比较快 而且蝙蝠这个选手啊 就依靠个人能力确实是直接带动全场节奏 打出一个碾压局 基本上全部是靠这个蝙蝠打出来的 因为TA中期也是几波崩了 而且混沌第一波出山就是被秒了 然后蝙蝠是一直保持自己一个完美节奏啊 是真的是在20多分钟直接打出一个碾压 而且在保持之后啊 可以看到对方是根本没法做事业了 我觉得你这一波要把他吹崩了 不至于 不至于 其实他还是打得非常稳的这个选手 这边是伴着大树 猛马 还有全能 都是又回到了最正常的班人啊 也是 也是这两个队可能互相训练比较多啊 确实特别熟 伴着发雕技师确实发雕最近出场太多 而且胜率还是蛮高的 对 这边看一下 这盘是放兔子了 兔子拿出来 对 这盘应该是兔子萨尔的要 兔子萨尔术师之类的 对 这盘也是维多宝主动放出了兔子啊 不知道是做一个什么样的打法 应该可能会考虑去克制一下这个兔子 但是能克兔子的基本就是要不拿个剑胜 要不拿个长手的英雄 我觉得我是维多宝的DQ 我这一手抢萨尔了 因为我不抢的话 对方一定会选的 而且拿萨尔打兔子也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因素 对 而且萨尔早拿是没什么问题的 不会被针对 萨尔线上打兔子确实兔子非常难受 如果搭配一个极杀能力比较强的大哥的话 所以说抢萨尔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或者说是看他们选手想打什么的 之前我记得TX还是那位选手 是拿了萨尔去主的C 前期线上打上非常厉害 主要打兔子还是萨尔这个D比较厉害 兔子跑了之后D回来兔子是直接跑不动的 兵女价小强 那这边黑钱有点难玩了 可能小强是一个四号位的 小强打辅助个人感觉还是有点太弱势了 我感觉小强这个英雄节奏还是有点太差了 主要是打辅助的话他等级非常慢 而且节奏也一定要搭配队友才能打算 这边拿了黑钱加斯文 斯文也是麦苏这个战队打的非常多的 但是又小强在斯文感觉不得好发挥 主要还是兔子拉接舌那个锤啊 其实看能够团队配合到几个英雄 想的是挺好 但是我觉得小强如果开一层皮 你这俩技能全脚小强皮上就很尴尬了 主要还是看时机啊 因为就算小强开出皮 只要兔子拉的人够多 而且的话 麦苏可能往后打 会往后面选会补出一个萨尔这种英雄 所以说如果说 萨尔办了 这边是直接办了萨尔 也没有自己拿的意思是直接让对面也拿不了 对没拿的意思 我觉得小强很有可能是个四号位了 再去考虑不定一个三号位 如果小强打四啊 前期基本上就是零节奏 那样的话 中路的话就一定要选一个特别强的英雄 对 其实可以考虑就是兵女和小强直接把上路黑钱杀穿了嘛 这两个英雄控制时间 如果说大哥输出不够高的话 还是控制时间有点短 有点难杀 这个可以写 这边再办一手立蛮 这边也是办了上门发挥非常好的一个蝙蝠啊 蝙蝠确实 这个英雄好像前面选出来都没赢过 左宝就是首胜吧 应该算是 而且蝙蝠打死位也是蛮好打的 因为近战碰到蝙蝠确实很难受 也可以看上一把蝙蝠打拍拍 基本上那拍拍 线上 非常的难受 对 这边是半刀一手蓝猫 看一下这边第三手怎么选择啊 我觉得应该是个四号位小强了 线上先把兔子压崩 然后再考虑跟兵女开武器由衷 如果是四号位小强 中路一定要拿一个就是那种对线超强的英雄 如果不拿超强英雄的话 很容易被对面骚扰的 因为对面 而且对面也很有可能会考虑打双猎 因为兔子啊 前面打野 先让一个英雄上来混一下 然后等到三级之后再上来直接杀这边的人还是比较有机会的 这边第三手想了很久啊 是不是在考虑中路要拿什么了 嗯 其实这一手选人还是 要考虑拿什么来打死问 因为死问对方拿出来比较早 而且是有一个死问配兔子的一个配合 所以说他这边由于是 已经没有全能这个英雄了的话 所以说大哥一定要选一个这种能够处理死问的一个英雄 之前NP打野技的话是拿了一个一解 来对一阵这两个英雄 美杜莎的话 打这两个其实还算不错 因为自己也不容易被秒 而且也是一个防冲连比较强的英雄 但是美杜莎的话可能 国内对我还是并不是特别喜欢 主要是因为训练中啊很少去打这种刷钱的东西 因为二线队更多打的都是带线和打架 老这边思考了很久啊 拿出一手Lina 确实拿了一个现场比较强的 伙女 伙女也是目前版本啊 中路对线应该是最强势的英雄 对 看着Max这边该怎么应对吧 但是酱油还没有选 一个1一个3 酱油还没有拿 对 这边 我个人感觉Max可能会考虑拿一个土毛 因为土毛这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发挥的 沉默也是非常刻对面的兵女和这个小强 所以说如果拿土毛啊 在这个前中期黑钱给土毛一个套子去干 成功率也是非常高 因为这盘Max这边是已经有一个死问能够顶住前排了 而且兔子也会出梅肯这些道具的 所以说大哥只需要可以考虑拿一个这种站桩输出的 一定要考虑到这个对线Lina的这个情况 所以说中路要拿一个比较好混的 这边拿了一种4号杯的赏金 赏金也算是追杀能力比较强的一个英雄 而且相对来说还是 有些情况下还是比较克小强的 对 打着标记嘛 而且视野能补都不错 对 丽娜也是比较烦的几个英雄 因为丽娜这个英雄一旦被冲脸 基本上就是凶多吉少了 对 上盘可以看到一个输出非常高的丽娜 也是 团战是直接被人瞬间就秒掉了 有吹风都瞬间秒 这个英雄确实 最大的缺点就是 太脆 所以说这个版本也是 基本上都要出血精的 刷得快 血量也会叠起来一点 但是如果BKB出的时机掌握不好 还是非常容易被秒的 这边第四周的话 这个时候该补三号位了吧 要不没什么英雄可以打死问了 这一时候我觉得 考虑怎么跟活女打配合吧 因为目前来说 亚伯顿 目前来说节奏是有点匮乏的 潜似的英雄 基本上是没什么节奏 只能站站线 这时候亚伯顿的话就是摆明要跟你对刷了 什么亚伯顿先钢住词问 让线上 打个五五开的局面 然后就一直刷钱 然后打到后期 对这边是麦斯補了一个小弯 这样的话 亚伯顿在下路还是基本上混不了了 对 两边可能还是 考虑到这个 麦斯这边也是考虑到上盘 维多宝打的节奏比较快 这盘把这些快节奏英雄基本上都拌了 在这边最后一手拌着火猫 对火猫也是麦斯中单选手的一个绝活 确实 两盘都是放在最后直接拌掉也是 可以看到这个麦斯把中单的这个位置放的很重 基本上都是 每盘都是最后一手选 这去拿个Tinker怎么样 Tinker其实还是有点一般的 因为对方是有一个小强在的 小强是为数不多 比较克制Tinker的英雄 就走过去撞机器人基本上一个戳 Tinker就 就要死了 这手中单 感觉不太好拿 哪一个魔物打不过力呢 确实这一手中单还是比较难选的 而且还要考虑到这个中期团战 要打出一个比较好的输出 对 因为如果输出不高还是 不太好打 所以我觉得这盘其实拿卡尔是不错的 因为 虽然 有点被小强克吧 但是卡尔这个搭配赏金的这个视野 也是 比较好放天火 而且刷前 前面这个赏金配兔子去动的时候啊也是 比较容易帮助队友 而且自己在成心之后啊 这个多宝的阵容是非常害怕 这个高等级辞到的 如果说蓝被炸没啊 或者说是 威多宝想冲脸 就放一个冰墙也是比较好用的 啊 PA 这边是赏金PA又打一个死问 这个阵容其实 有点尴尬 对 最尴尬的点其实就在PA和这个死问 谁去发育的这个时间上 对 因为PA前面是要补一个暗灭来打架 而且有赏金的帮助啊 PA打架也算是比较好发挥的 但是这一盘对面是有小强冰女和雅巴顿 PA这盘是一定必须要在相位暗灭之后 就直接补BKB的 如果BKB补的骂啊 是在补BKB的时间段 就自己冲脸是被打死两拨的话 这个PA基本上崩了 就全看死问了这盘 对这边是最后补到以后军魔战将 那这样的话 其实兔子有点难发挥在上路 这一盘Max是要打一个前期比较凶了 所以说 10分钟以前还是比较看赏金节奏的 10分钟以后如果说赏金到6啊 这个基本上兔子给队友套子 不管是给赏金还是PA 还是死问啊 都是比较有机会能杀左宝这边的人的 亚伯顿的话 尽量就线上稍微混下去打野吧 因为线上确实太难混了 对前期主要看这个 麦克这边线上能够打成一个记忆看 如果说 最理想的状态 能优势就是优势啊 不能优势 我觉得如果说55开打到中期 也是麦克更好打一点 对 因为左宝毕竟是个亚伯顿 亚伯顿是非常需要刷钱的 如果不刷钱只能出来给个套子给个 迷路缠绕之类加加血 这个作用很低 对 而且 这款其实亚伯顿 肯定是这种 出勋章的这种亚伯顿 勋章祭品 对 祭品可能会 聚模自己出 但是亚伯顿可能 可能第一件就直接勋章了 勋章之后 因为要出一个莲花球 这一盘莲花球是非常关键的 对 对 就帮助队友去解这个小歪的阳儿 还有这个 P-A减速 包括闪金的一个标记 都是比较 比较关键的 而且对面麦克斯技能的话 除了黑咸真空墙 比了全是这种点技能 对小技能非常多 所以说这盘莲花也是非常好用 就能多出尽量多出 只要出到莲花 其实对面 就不太敢打了 因为技能全是要被反弹的 看一下两边这盘对线能够打成一个机器开吧 如果说多宝还可以在线上取得到比较大优势的话 其实麦克斯这边到中期并不好打 对 因为多宝打压制的话 如果说冲进一旦冲进斯文发育的地方 做好了视野 斯文基本上就 有点没地方打钱 这边并没有选择开悟出门 一眼方的话是开利波 兔子这个英雄是稳定可以烫一路线过去 所以说 斯文打钱空间就是一个 真正要破误了 小亮先点个阵眼没有被破误 哇这个两个人走过有点悬 真假也点好 是全部选择放这部大爷 这部大爷也是 相对来说 这几天看下来也是会囤的非常多 也算是一个 天徽方的一个经济来源 经济来源支柱 一般这种地方囤的也都会被对面清掉 很多这种情况 大部分时候因为这盘有死问 其实囤了还是死问清 这边亚伯顿的话是带了一身的补给 要强行混线了 亚伯顿这套视频也是挺贵的 特点的一套套装 战胜感觉不好看 对韩国的一个 韩国的一个 那时候韩服的一个箱子里面的一个套装 这个套装还是比较少见的 一看就经常玩亚伯顿 这边黑钱单上 赏金就到处跑下先补视野 对赏金这里应该 钻进来帮中路给他一点 这边冰女是带了赤树和小兰应该是要直接钻野区的 冰女肯定是打打了一个大怪然后升到二级 然后直接走到线上来 看起来是走中路线上还是两个游户走 这边赏金向往下路来帮一下 应该是要先搞一把亚伯顿把他打残 如果说第一波能够把亚伯顿打死的话 如果说亚伯顿乱到兵线还是比较赚 但是如果没乱到兵线 兵线还是被对方卡住的话 也是非常难受 其实一级想上亚伯顿有点困难感觉 因为还是蛮肉的这个英雄 这里 麦克斯也是优势路卡兵卡失败了 脚外还在前面挡了一下 这里也是一直在顶这个远程兵啊 感觉是还是顶不住 没顶住 这边亚伯顿卡兵确实卡的有点厉害 被上了先摸两下 也是想强霸这边加套子再去 就肯定能吃到这波线了 这波线吃到的话 如果说 小外不去拉 囤一波双小野 还是比较难处理这个 兵线了 囤到了 这里是直接拉双小野 可能线就直接回来了 因为两波小野是肯定能消耗掉了 但是这两波兵啊 亚伯顿是肯定能吃到的 并且这边是直接囤野打 对因为 打大野是稳定能打掉的 但是打小野是没有这种 这种AOE技能 还是比较不太舍得用E来打小野 因为大野给的 东西啊 相对来说要比小野给的多很多 这边两极P学的B并没有学个模糊 对 还是可能考虑到要躲一下这个 火女的这个 T 也有可能是准备等人来帮帮游了 二级一般 很难上 队友一般不会在终担二级的时候帮忙的 除非就是好几个人一起来 就一个人游走 可能 就算赏金游啊 因为赏金今天反掉了一个眼 另一个眼还是反不掉 这波野如果没有的话 真的是 亚伯顿有点好混了 对 飞机又回来了 雅伯顿其实这一局已经是挺开心的到现在为止 对刚才应该也是 麦克斯拉这波小野啊 也是自己人A太多了 如果人贵那么多 不可能是两个远程兵的 对 这波也是两个远程兵死了没法控啊 也是直接就把现在A过去让雅伯顿混了 这波 赏金是吃了个双倍啊 看下有没有机会能杀掉这个雅伯顿 这里双倍双倍还是脑很疼啊 非常痛的 对 这波也确实这个双倍服啊 运气显得比较很关键 对人家直接脑死了 小翔在等兔子出来 兔子也是打野被小翔混了一波啊 自己直接回家了 哎上了巨魔的话 巨魔能补到补这么少 嗯 这有点尴尬了 讲到远程巨魔跟兔子对线 最起码是55开 因为兔子这个英雄 跟兔子对线啊 你要躲那个套子 来这边强行动一波 给这被挠死 看一下赏金 换掉了赏金 但是还是比较亏啊 但是PA还是死了 PA这边是直接补了魔棒 继续刚才那个话题啊 就是 兔子上套子给这个兵线啊 这个赏金 这个巨魔如果强行补刀的话 还是 远程补吧 还是很难受的 因为多多少少会漏刀 因为要躲这个套子 这边是运大药了应该 呃 哇运这么多东西 还是运了非常多的一个小件 并没有想 触摸屏 应该是直接向未阿密 应该会出个天洋界之类的吧 不一定 因为这个眼泪的回复 回蓝是已经相对来说 比天洋界要多一点 PA就够用了 因为PA没有费蓝的技能 PA只有两个技能 而且两个技能的消耗都是在100以内的 呃枪下了想服 吓走了 但是服还不是在上路 非常尴尬 在吓走 亚伯顿来吃到 这里抱一下信息 应该亚伯顿不够吃了去打野了 嗯 赏金是跟着亚伯顿的 这一波还是有点难受 这边兵女是打了半天也就想要来中路动一波了 但是来中路看了眼 对面PA太高后了 没有再过来 对因为 洪女打P肯定是想只能压PA打 赏金从侧面包过来 隐身先丢一个标消耗几波 等下一个标 赏金再到位可能就有机会要杀了 对这边放一个地去帮后撤 而且兵女这边过来点个真眼 这个真眼好像看到了 看到这个 直接踢 这边等兵女 兵女过来撒粉 但是溢住了那次 这里赏金也是没想到对方 这个真眼 确实 兵女是刚好从野区转了一圈出来 这个 这一波 运气有点差 这个赏金 这边的话 又回到了中路 对现在又是一个 雷多宝这边的一个小小小的一个领先吧 对 你 亚伯段这边竟然混得跟兔子一样好 对确实 这一拔因为前面几波兵线上的一个处理啊 嗯 导致这个 麦克斯的下路线也是 有点乱 确实有点控不住了 对 一直是在给亚伯段混 这边 迅伯直接扔一个飞幅把兵线轻掉 对 可以看到扛套子还是非常伤的 对 有很多技能才能轻 这边赏金有点上路 但是杀巨魔可能有点麻烦了 这边先加套子消耗一波 看双套还是比较有机会 但是兔子是没拦的 对 没奔腾 有个芒果 这个时候 应该是察觉到了 挠出一下 但是应该还是有点难 假奔腾往前追 碾死了 这一波也是巨魔有点大意了 对 因为兔子刚才没走过来 他身上已经开始被烫掉血了 其实反应稍稍有点慢 这边拉住 亚伯段回头A两下 小天也过来了 直接卖小Y了 死云跑了 死云拖也不过去开始跑 直接把小Y卖掉了 对 兵女还在往前追 但是兵女是没有点威的 对 这一波其实并不是追 应该是要过来吃下这个服 吃完服可能两个人会直接去杀中路 因为如果说不把PA解决一波 中期PA和赏金才是 麦斯这边的关键点 对这边小强只有三级没有血皮 这边一张TP 这里小Y又有血 过来垂住两个 垂住一个 没有皮 这个有点尴尬了 困地鼠戳戳空了 走吧走吧走吧 但是这是火女生来的 这边回头 手口魔霸 火女眼睛 一拿一个T 先描死了 但是自己是被带套子赏金打死 对这边也被黏住了 套子打得非常糖 一刀暴击 这一波冲野区其实还是有点伤的 对当时小强没戳到就该直接走了 我觉得其实麦小强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火女是觉得能打 也是给队友一个能打的信息 是直接自己就冲过来打了 对 一套技能是秒了死问之后 但是自己还是被打死了 如果当时小强有层皮的话 其实可以考虑的 小强是开皮弹了死问的 没有皮 没血皮吗 对他有皮的话 刚才应该是能打过的 应该是能控了很多人 那刚才 这个死问是被异了 原地不动了 这被异了一下 这边又是一套收掉 这边留不到死问了 这边刚好到6正好 然后血力打大招 然后没有动掉 上路也是 退路对线去 还是有点打不过的 这边又是一个多宝的三线肥 确实三路都稍稍领先一点 但是刚才送了一波 确实pa还算是这个经济比较能接受 对 但是刚做的一个橡皮鞋 但是还不能动啊 现在 动起来不厉害 还是要靠吃到比较好的增益神符才能打 对 这一波也是直接上去杀巨魔 因为知道对方是在野区 下路巨魔也非常谨慎 走了 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活女节奏稍稍有点乱 下路没杀到 应该就直接去吃中路这波兵线的 自己还是跟队友白逛了一圈 也没抓到人 但是自己这边巨魔好像有点危险 p也从侧面绕过来 还是队友也是离得真相近 直接往上避 避上来了 不过学生培斧两张TP 不一定能打死 全被避死了 直接就 哎 查一下 这股拉过来 颗里股魔帽有个盾身上 对 这个盾夹的真的非常及时 对 虽然巨魔还是死了 但是这边开壳留人 如果第一时间能够 p又避回来了 不过尼勒也赶过来今天一个G收掉 再给个T 再次留掉 这一波max打的问题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套子 第一个套子不能给赏击的 第一个套子一定要给pa 对pa是直接冲进去打的 而且说如果第一个套子给了pa的话 那个巨魔第一时间在这个 亚巴盾剃下来之前可能就已经秒掉了 对 如果说在之前秒掉亚巴盾 后续再去打可能会更好打一点 只能说这个 技能交的 确实不太好 也是下落在线被杀掉 直接被两个加油收掉 麦克斯这边今天可能状态确实不太好 没有前几天发挥的好 技能放的也是稍稍有点瑕疵 这边亚巴盾也是小勋章 谁的大勋章 大勋章已经有了 这盘是向威胁都没出啊 对 直接在裸勋章 就为了刚刚出这个pa嘛 确实出装还是 跟想象中的差不了太多 这边Lina也来收一波野怪 这边还是直接出血精 直接出血精太容易被切了吧 这盘因为有巨魔往前顶 而且有个亚巴盾能够救人 所以说直接血精还是 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这盘只有pa一个人能切到他 赏金还是要靠给标记让pa宠 死问还没跳 死问还早吧 应该 补完这个还要补个双刀子里 我觉得这盘死问成型应该是在25分钟左右 因为25分钟之前他是 真的没法站出来打架了 pa顺便扑 来压地摩塔 而且pa现在是在买挑战 基本上这盘可能 pa节奏也会来的比较晚 因为挑战之后还再去补暗灭和bkb的话 其实这盘 哪怕裸个bkb在暗灭都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因为对面魔法输入实在太多了 我觉得既然是打这种赏金配pa的冲脸 一定要把前期打好 这个前期不打好的话 真的 往后打其实有点难打 这又是进入了平缓发育的阶段 多宝也是 三路稳定刷钱 这边小强马上到7节 应该是混个线到7然后开打招找人去了 多宝这边就是酱油稍稍有点穷 对 大哥经济上其实两边是一模一样的 死问跟巨魔的经济应该是基本一致 就是互相多多少少就一两个b 没打个标记 接着冲脸想过来拉 但是第一先小强被卡背了 还好拉住了 但是没踢屁 没人来救啊 小强过来 戳一下戳到一个直接插了个什么想要推塔 再给一个叶 赏金要死 先打死这个小强 走到踢上去的 然后一个大直接打死这边 小强应该也是有点 但是能走 因为蛇棒不敢来扛 这一波也是 确实是这波 蛇肉全送了 对冲塔击杀这个巨魔啊 也是导致自己这边是 比较关键的两个点都死了 而且浪费了两个大招 不过没什么啊 p过来了找到了一个兵女 闭上来 你呢是直接往这踢 看有没有人在包一样 给了个D再往前追 但是到了黑天小强 有点追不上 看小强的位置 直接tp了这个位置 这个tp的位置也是比较好 对 可以看到这个有赏金标记啊 确实麦子杀完人就 给非常多的钱 刚才这波也是相当于打了一个二方 感觉来说麦子还比较赚 聚魔马上就能补到祭品了 看聚魔确实很穷啊 伤口被压得太惨了 聚魔刚才也是 跟死闻经济差不多 但是自己是一直被抓 对已经死三次了 主要还是被抓影响到了 自己的这个发育数 趁他马上被摸掉 小强过来开皮留人 再见 马戳 这里这个戳是 判断的有点问题啊 因为对方是加了加速的 其实这个戳也是不太好判断 我觉得他完全 不用去挠了一下 直接戳一下什么戳到的 他不打那一下 可能真的就是 叔叔就 一点都打不出来了 这边是赏金有套子 过去给视野 这里 这边互相点了个真眼 对 赏金是没有看到 看不到对方的这个真眼的 对要动 雅伯顿不好动啊 这一波 雅伯顿是有大招的 这边地心人被冰击抑住 安全范围啊 小强被野怪卡了一下位置 冲出栏 开皮再紧手 戳了两个 却一个地直接地死了这个冰女啊 这波可能多宝有点要崩 对 雅伯顿这么有大招 所以不是很虚 但是小强这边有点难受了 小白插到手 但是这里有蛇棒 是顶不住蛇棒输出了有点 对 往前跟 但是对面有标记 跑得非常快 打不到人啊 这脸是长行 小白的位置 一个地减下素 想过来拼 但是第一线被打晕了 给那个大招再留 这波如果继续打的话 可能 这对面人头快复活了 这边亚伯顿 再闭回来打 但是有个盾身上 亚伯顿吃了口先灵火 又炸了一个盾 被盾炸死了 这波我觉得还是Max有点伤 这波拉扯 没管理呢 这波完全没管理呢 这波多宝的拉扯打的还是比较好的 可以看到尤其是亚伯顿的发挥 确实不是我奶 他刚才这波确实每个操作都很极限 刚才PA最后一下 标也是吃了口魔望 而且对面人一直在追这些非常肉的打 而不是冰女直接开打留人 赏金落地要被秒 开一波火锅向后撤 冰女是看到对方气皮的 拉住个冰女 Lina不太敢秀 在过来还是有技能了 TD 直接能点死小白 这边差一下 还差两下 点死了 也能拼一场金 这里再两下一个地 但是自己可能就要自杀走了 这边亚伯顿过来 看了一下 并没有过来给技能 回来救一下 这一波其实PAT的还是有点 戳到自己 闭到脸上了 又被秒 尴尬 这个时候队友都已经支援到位了 确实Max这盘阵容 大学长打上Lina直接没有掉血 这一盘Max阵容 其实选的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出装 打的有点问题 出装是完全没有按自己这个阵容的理解去打 所以说也是 放了个墙 一个拉墙 不想让对面打盾 但是对面打盾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对 完全不虚拟这个墙 因为并没有物理伤害的人 过来喝 推着冰女 看下有墙的位置 终于出山了 但是没打死人 对 死问是一套输出打给冰女 但是 亚伯顿是直接大勋章救了下来 对 这边肉山也是打掉了 谁拿盾 巨磨拿盾 亚伯顿这个大勋章确实是非常刻对方的 对 而且这边是在补没肯了 往后打更难打死人了 这边亚伯顿是要补一个大鞋 来解一下对方的这个状态 就是赏金的标记啊 还有说些减速这种 大鞋之后可能再去考虑做连环 这盘亚伯顿肯定是一身团队章 然后团队章的第四件或者第五件去做一个A仗 A仗之后 基本上麦克斯死问冲进来打人都不怎么调学了 对 所以说这盘啊 其实照这个速度打下去啊 死问成型可能25分钟还是往后 因为CA这盘基本是没法成型了 这边是出了散滑 单散滑直接出跳 这什么 因为他不出跳是根本没办法配合兔子 而且他不配合兔子其他人基本都配合不了兔子 因为目前来说 PA是出了一个挑战 而且几波节奏都是自己一直在死啊 确实没有暗面和BKBPA进场就直接被秒的 这边是补的飞鞋啊 觉得自己死不了 雅布顿保护的非常好 确实这盘多保的阵容啊 选的确实要比MAX的舒服很多 这边向路塔被摸之间没有脾气 插尸棒推上 两个倒都全放了 这一波好像PA是被发现了 应该是要被直接打死了 PA被一群人围着 往后B里亚又被溢住成了给选人 PA是被这个滩路的小强看到了 应该直接是被一群人打死了 什么想摸高地但是大招没了 这样的话中路他也要跳 这波可能维多保要直接上高了 这个MAX应该赶快要回到地室了 这边应该是能逼一波PA买活 不逼吗 这一波其实 对面两个倒都没了 对这一波可能也是没有注意到死闻没大吧 如果说注意到死闻没大 可能还是会选择去刚一号的 死闻开大 然后小Y插大把二塔拆掉 PA是没有还删死的 这边赏金偷这个机也是运气非常不好 刚好和这个机错过去了 机是绕了赏金两下 赏金是非常难受 闪失聚摸了闪失 这边斯文不到跳了 我去门散失之后可能也是更好追杀了 因为本身对方是有一个赏金的大招的 跑起来是比较快 如果说有闪失的话还是比较好打到人的 这边上路再往前推进一波 现在往前推的话根本拦不住 对这一波应该是要考虑直接把这些塔都推了 对因为兔子现在没有跳刀 想打先手非常困难 这边麦斯又是开悟往上包 对又是像上凡一样 来一波绕后殊死一波 但是这一波开悟可能走到人脸前悟到时间了 这一波悟其实还是想从侧面包过去 对正面冲出来你动不了哑巴 对正面两个人一个带重一个有大 其实还是想从后面包 但是这个扫苗是扫到人了 这边后面包过来还是有盒眼 而且误会到时间了 对这边一波强光 本堂只要往前超看到了 但是一个拉找不到人可以拉了现在 对死问是直接两秒别人 别人又没病了 打说要密死我了天 对这个拉是拉了五个人 但是没什么幽默这一波 但是死问直接被秒 差了一个十万也没什么伤害 对这里也是位置非常差 逼回头一个T小偷撤一步 对 偏向前和女 但是活女也是确实这个T放完之后 P是没BKB根本没拉过 对而且房间一个小歪的位置 雅伯顿被打他打招 但是不从 感觉会能奶他两口 对这波应该是吃了蛇 又继续推进了 对 P也可以看到这盘 这个没有出BKB 确实是一个比较失误的点 这盘没有BKB真的是上不去 对可以看到他每一波 闭上去其实 闭上去冰晶了 对感觉肯定能切死人 但是不是被这个小杨说了 就是被这个活女剃住了 对 然后就被莫名其妙的这种不明AOE打死了 确实 威多宝这边啊 成型之后输出也是非常高 控制本身 救人和控制都是比较俗的 嗯 所以说这波打下来啊 其实这波死亡没大 兔子没强 这个高地还是有点难守 对 这边大招全是空的 对 这里是拉了一下这个雅伯顿 垂着三个 但是垂皮上了 对 这里活女又是一顿输出 对一个大招直接秒兔子 这边小Y可能也要死 直接往里冲 雅伯顿无敌了 对 这盘又是一个无敌雅伯顿 对 三号位非常开锐 今天多宝三号位 嗯 小Y选择满活 这波应该是还能打 这一波也是缓一下 等一下这个回血 兔子没活就能打 对 这波等下回血继续拆就行了 因为PA目前这个装备是根本上不来的 对根本没有伤害 对 只有一个挑战和一个这个大魔棒啊 对 基本上 你标不动人 对 扛也扛不住 对 钝削了 输出也打不出来 这边钝削还是考虑在上 对 钝削了也是随便打正面的 因为死问是大招刚刚好啊 对 没兔子真空是不可伤 对 没有兔子的情况下 死问这反而是比较难发挥的 这边 摸掉 走走走走走走 兔子好了走走走走 这波也是一直在乃这个 巨魔啊 对 这里如果真的强追 维多宝完全有机会反打 回来一个地 没放T 对 这一波也是 不过雅伯顿蓝量不多 这一波 对 这波也是想等对面来追啊 撤了撤了 真的要追 其实麦克特还是比较危险的 嗯 可以说20分钟啊 维多宝又是一个碾压的局面了 对 确实维多宝今天状态非常好啊 可以看到尤其是他们这个三号位 比起之前也是发挥稳定的 非常就非常亮眼今天打的 对 这每一波对面去切谁啊 他基本都是大勋章 又是没啃又是靠子的 就反应非常快就救到那个人了 到现在为止 琳娜做完雪晶以后没有死过 对 也是雪晶格数非常多 这补到一把引刀 马上做大引刀了 大引刀 还是为了打一下PA的这个miss效果 对 这个PA没有miss效果 还是非常容易被对面瞄 简直就是直啊 对 而且目前来说也是基本上没BKB还是个直 对 这边是补的暗灭 因为这个英雄肯定是要先暗灭了 然后再出去出BKB 所以我前面BKB完我就说 这一盘PA其实还是比较看他跟中期赏金的发挥的 因为如果说PA中期在暗灭之后啊 没有快速杀人 拿到BKB 这波也是开悟直接抓到了两个人 这两个人应该是比较多了死的 小白哎呀我这个没看我位置 直接A死 这里这个火女的雪晶格数已经无敌了 对 这一自杀残验都能回满 对就是死了之后 还能描和 对死了之后基本上就又来战场了 哎这边终于偷了一波夜夜信使啊 但是没东西身上 这赏金也是 对这只机已经有想法非常久了 终于是杀到这只机了 对这边是中路直接上高地 没有兔子就好像死闻发挥不了 但是自己这波高地还是有点难守啊 对 小白魔女呢 巨魔现在拆得非常快 对对面有点无敌了 还有亚伯顿的一个被动 根本挡不住 对亚伯顿是大斜加大勋章 确实有点无敌顶在前面 对利呢去侧面先买这个大引刀回来 对小强其实就站在侧面等就行了 P都不回来了 P这个装备其实回来也守不了 这边基本上这盘 麦克斯是没法翻盘的 只能说再挣扎一下 对终于不断灭了 前面小流啊不流 对只要左宝这样稳住挡 嗯再去带下下线控下下个盾 基本上 呃再过个五六分钟就取得胜利了 好利呢回来收线 可以考虑起个宝石了这一波 嗯其实其实他们呃压制能力是非常强啊 嗯对方是没法出来的 其实呃不太用宝石 只需要把关键位置的眼一反 可以看到麦克斯这边是 这盘是根本呃烈士情况下就没人作眼了 对地图一片就一个 就是刚走出来放的吧 应该前面才放的 嗯 前面之前是一直是没放眼的 一眼放这边也是只有一个眼 对麦克斯 因为打的太挺凑了 没时间放眼 对确实多宝这盘节奏打的也是比较快啊 对呃这 平均是带着眼但是确实没时间放 这也是多宝的一个标志性打法 就是 打压制 对打压制根本不停 因为上路往前逼开物顿 Lina对面不敢来动Lina现在 这一波也是谁过来谁死 而且一波推过去应该是直接破这第三路 呃麦克斯是挡不住的 对这边这个B线看都不敢看 对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麦克斯唯一的一点机会啊 就是这一波 对这一波一个人把这个正面的人拖住 然后其他人直接拆夹 啊一个人那只能吐的去拖了 呃其实赏金也可以啊 其实对面TP他直接标记完给飞标就行了 就如果说他能留到两到三个啊 其实正面破塔之后直接拆基地还是有机会的 因为麦克斯 这还是回来了 对因为死问家小Y这个拆基地速度还是有点快的 对这边打个地 哎这边后排开物 应该是要找个位置拉一个好强 拉一个好强 这里是兔子和死问开物两个人想打包碰子 但是发现对面的站位非常的洒 冲过来 只拉了两个人 哎不过能秒也还不错 先秒了巨魔了 对秒了巨魔之后 亚巴盾是满了 先后排但是直接开起了一身 对这边其实我觉得 还是可以直接撤了 走了走了走了 哇 又不要标策了 卖一下酱油其实就直接撤就好了 对这边主要是巨魔们反应过来啊 被拉的时候没开始BKB 对确实反应稍稍有点迟缓 也是以为队友能救到他 这一波也是麦克斯把节奏打缓了一点 确实这一波巨魔死之后 还是会放缓等下一个盾了 对 如果说巨魔拿不到下个盾 应该是不敢来推了 这里火女是开引刀 直接过来找 可能要撞到很多人 这边是看不到赏金的 因为自己是没反应 为肉山还没有刷新 满时间那个肉山 对 亚巴盾也是进来看一样 以为看一下有没有对面是不是在打盾 巨魔复活先跑到下路 巨魔这个时候想赶快补兵眼 还是有点远这个兵眼 还是有机会的 其实下个盾 只要拿到了就基本上吻了 天堂 对天堂也是比较客巨魔的一个双倍 对 这没选机了 对死温确实是25分钟成型的 嗯 这成型确实有点慢 而且刚才亚巴盾战位有失误 如果亚巴盾没被捶住的话 其实是能救到巨魔的 而且最后一手点出PA的时候我就说了 这一盘如果真的选PA 死温刷钱还是PA刷钱真的是要商量好的 嗯 可以看到PA基本上是打不到什么钱的 也是26分钟刚刚安定了 对这边想要补伞尸吗 接补BKB吧 嗯 我也感觉BKB可能更好一点吧 但是对面是救人技能有点多 嗯 而且这个大勋章还有这个 套子啊 也是 PA比较烦的 哎 直接直接开路 开悟这边要来包一波 这波是看到打盾 但是亚巴盾是站在一个破误位 对 亚巴盾是无所畏惧啊 对 这一波也是 活女躲的位置上一样啊 这波绕的身 火女是被看到了这里直接 里拉开起了隐身 第一时间能不能救到推一手 对这边亚巴盾是有点奶不倒立的 哎 有点远身都拉回来 这波火女是一秒复活 对 接着往外踢 不过小强也是买活出来了 巨魔跟这个 巨魔疯狂疯疯 直接切死了对面的这个小歪啊 对哎 没没粉了 看一下后续怎么打这一波 对 这边已经没什么技能可以打了 对 PA是一直想放对方风筝啊 这一波火女还是站在一个安全位置 亚巴盾有大招往前一顶对面根本不敢过来啊 对 巨魔应该这个时候我觉得其实继续打盾会好 哎 差点被递到我递到就死了 这一波其实继续打盾对方是不得不打 而且死了是没大了 还是非常有机会的 再留一个镖 没装害的 这里火女是踢自己肉身还是把这球掌尽地死了 一直不敢出来啊 知道外面有真眼啊 把人赶走 其实维多宝就是说直接打盾就好了 因为小强是买活的 给小强个奶酪直接下波上高了 火女因为本身雪晶格子这样高啊 活的还是比较快的 嗯 原来死了一次又打回了十几波啊 确实 还是想把这个奶酪给火女吗 难道 给你先帮帮装一下 其他人的话是没什么格子 火女到下路带一波线 这一波可能就是下路的最后一波了 对 嗯 麦克斯也是凭借着这个死问成形之后啊 是打回来了两波 可以看到PA的经济也是 确实从一个崩盘经济也是慢慢打回来了 对 现在就一个死问苦苦支撑 对 PA也是在补散时啊 进场还是有点难 只能在后面丢丢标 对 其实PA这个英雄就是找位置啊 找准机会去切死一两个人 其实第一时间进场也不是太明智 这样出双也是可以接受的 现在亚伯顿是完全处理不了啊 对 亚伯顿下一线选择出兵甲 因为对方也是双物理盒 对 出兵甲也是比较能限制对方输出 这边先把火锅拆掉 上路火锅是没有动啊 对 这波应该是聚模跟亚伯顿拆一下火锅 其他人都往下线走 对 这边的话中路二场还没有换掉 呃这个时间段其实呃 但是多包怎么打的突然就这么缓了 呃就是想稳稳一步啊 因为 还因为刚才这波也是活女活女血精掉了 然后这边 小强也是买活过的 所以说还是想 缓一下等到顿快到时间再去上这个高 因为线是被对方牵制了还是有点难受的 这一波呃 维多宝如果说不去带下把人逼回来 这个 哎 起背头了 火锅是有点危险了 这边只有Lina在高地上 对面已经要准备上高地了 对 这波维多宝打的也太缓了吧 对 我也觉得节奏有点不太对 一套甩上 哇 是直接B队友B走 但是自己 火女是有飞鞋的 这一波看起来队友怎么打 雅巴顿是直接上来 A这个高地 火女是飞鞋直接下来 可以先都BKB了 这波是又不拉布 这里又一个了 又是拉了这两个人 哎呦这个群魔好惨 不过还好有盾 这群魔也是又没开出BKB啊 这波 先把雅巴顿推走 雅巴顿安全 完美位置的大招 这波 群魔是开了BKB输出 但是是没打到人啊 对 并举一个满大 但是没有打到人 向后撤一波 这波 慈温大招马上没了 对 这波其实等到慈温大没再去上 就比较安全了 对 呃这个时候只需要就是帮助这个 巨魔解 解状态 其实这个时候就得下路号啊 因为中路线马上上来了 对 中路是一个超级兵的线 所以说这波多宝其实还是比较有机会的 呃只需要在这里耗就行了 这边力量的足备也不敢太激进 小外补力把跳刀但是没打招了 因为呃多宝这边可能确实先手能力有点差 当然是没跳刀的 呃 如果如果说有跳刀啊 在这个max有人去处理中线的时候 直接考虑动手是都是比较好的选择 这边也是亚巴顿一直是把赏尼的这个标记解掉啊 对 哎 脚蟹一下脚蟹了 这边过来用一个正务枪 但是小强是把死问吹了起来啊 对 这边出来直接切死了冰女 但是死问是空血 兔子是直接被秒了 这波强追死问死问如果死了是 捡到素了走不动了 就没法打了 不过这边又留住三个 对 但是又被小强戳了 这边也是被打死之后 然后直接买活这里开一下塔房 想要再缓最后一波 刚才虽然真空肥油锤打得不错 但是亚巴顿是给人奶住了 对 这波也是 呃 剧魔有点不及了 肉坡第三路了 奶酪还没吃呢 对 这里上来直接散尸 哎 这边后白天大中有点爆炸 对 不过能不能刚悟这个剧魔还是个问题 对 当时皮炎是买活死了 这一波看下 看下还想留 但是自己没有蓝 会都丢一的减速走了 对 这一波 哎 亚伯顿是 亚伯顿买活直接下来 这里活女也是要活了 直接过来打的话 对方是 打不住了 对 皮炎是买活死的 这一波死问也没大 这一最后一路该怎么守 对 而且符文是刚刚开过了 亚伯顿赶了过来 琳娜 琳娜她等过了 琳娜也是复活之后 直接飞也下来 这一波再打过来 其实对面有点没发售了 刚才琳娜是自杀 啊 自杀啊 看琳娜那有点开心 这也是一波 直接最后一波啊 自在必得的一波 哎 不过兔子真功强又好了 过来 真风再进入水 开BKB 亚伯顿直接扛下头 直接开绿杖了 确实有点无敌 但是巨魔是被 这个套天堂了 这边冰 啊巨魔什么都不管了 直接拆架 对 巨魔是直接拆房子啊 这个也是拆掉了 不太管对面的人 对 毕竟是没打着血神打路 直接破了 这边麦克斯应该是要打出技技了 因为超级兵是根本没法守的 对 可以看到多宝状态回升啊 真的非常非常明显 对 对而且这两局的话 节奏都打得非常紧凑 中心就节奏没有段落 对 基本上都是两盘碾压局啊 对 中心就打得非常不错 呃 节奏已经紧凑到姜无明时间插眼了 对 确实多宝这两盘打的 呃三号位发挥都是比较关键的 而且节奏自身打的也是比较快 嗯 麦克斯阵容啊 包括BP也是稍稍有点被威多宝压制到了 对 呃 麦克斯这个阵容确实打威多宝的不太好发挥 呃 选了一个非常理想的阵容 但是打团的时候一直为小强克制 对 因为PA还是太怕虎女的这个魔法输出了 选择先出了挑战 但是自己的输出就有点补不起来了 对 所以说打到中后期啊也是有点顶不住对面 而且亚伯顿这边救人技能非常多 而且提前补了大勋章 导致斯文开大经常就出现一两天的miss 就打不死人了 对 那我们恭喜多宝战队2比0带走MAX 那这样我们稍着休息来期待5点的比赛 中文字幕提供 谢谢 谢谢